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李宗盐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四下午的2点45分 跌60点 今天一开盘一度跌了125点 开低 一开低就50点 昨天说在最高喔 往往收最高的行情 隔天应该开高对不对 今天是直接开低50点 原因大家应该都知道 昨天美国临时通知中国的休斯顿领事馆 三天之内关掉 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香港恒生指数在零售盘前出现大跌 跌了500多点 欧洲股市昨天也因为这个消息 跌了将近1% 所以很多人担心 美国跟中国紧张情势 会不会再恶化升温 所以很多人开盘都先杀股票 很多事情喔 是不是会扩大见仁见智啊 我个人认为 美国要求中国把休斯顿领事馆 关掉 刚好而已 为什么说刚好 因为美国的外交官 要回到武汉也回不去嘛 大陆也不准 美国的外交官回武汉嘛 这次疫情扩大之后 美国在第一时间 把所有美国在中国人员 全部钻机 接了回去 那后来武汉 开始解封之后 美国的外交人员要回去 大陆也是不准他们回去啊 因为美国一直要派 科技人员喔 派科学家到武汉去查病毒的事情 那大陆不让他们来查 所以也担心那些科技人员喔 那些专业人员夹带在那些外交官 然后进到武汉 那你都不让人家到武汉去了 人家把你领事馆赶出来 都好而已嘛 对不对 那昨天美国是扣了一个 窃密的帽子 给那些领事馆的人 所以要求他撤 结果昨天那消息出来之后 我想大家昨天都有看到那新闻喔 美国休斯顿领事馆 拼命在烧资料 分了四五个小聚落在烧资料 烧到整个烟冒的 连消防车都来了 那消防车来 要求他开门 他又不开门 后来人家用空拍图去拍 拍到在庭院里面 因为不能在屋子里面 屋子里面烧资料会烧起来啊 房子会烧掉啊 所以在庭院里面烧资料 好多资料 烧到冒烟 连消防车都来了 更坐实了 美国要求他撤离 因为窃密 正好被人家坐实了 你知道休斯顿对美国来说 是一个航太的总部 很多太空梭或者火箭的研发 那种航太的科技研发 都在休斯顿 那中国这几年也一直在 往这方面在做发展 火箭也一个一个一直在射 那是不是有从美国窃密过去 但不得而知 中国也不会去认这个东西 可是你要要求你撤离 跟你扣上一个窃密 你马上去烧文件 有点就坐实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会不会因此而 让两国继续交恶 我觉得见仁见智啊 你看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也没有因为这个消息而跌 反而四大指数全部都涨 那大陆股市 也没有因为这个消息 而出现崩跌 早盘开地现在全部又回来了 所以台湾 我们是在看好虚 你知道我们在看戏 结果看戏的 你看四组双方都没事 你看戏的反而下到跌那么多 今天跌下来一百二十五点 低档买器买盘又出来了 又推上来 收盘跌了六十点 卖股票都没关系啦 卖了 赶快再买回来 啊 卖了赶快再买回来 那行情涨涨跌跌也正常的啊 礼拜二礼拜三大涨 两天去三百点 今天回个六十点 无所谓啦 你还说三天打鱼 也要一天晒王嘛 所以行情如果 一直涨 那反而麻烦 对不对 已经去三千九百点嘛 虽然说 四十四趴 也不过是 达低标而已 可是 毕竟三千九百点 也是个蛮大的距离 所以让速度慢下来 不要一直涨 涨涨停停 涨涨停停 速度慢下来 把时间拉长 让更多股票 能够有轮动的机会 这是好事 这是好事 所以今天跌六十点 我一点都不紧张 一点也都不压抑 但涨高的股票 不要去堆 涨高的股票掉下来 就不要去摸啊 你看三四零六欲星光 昨天快跌停 今天又跌了五趴 对 要去那些多啊 四月十七ABC调整过 这是六月的标股 六月的底部起涨股结构 对 我当时六月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六月你要挑标股 你就要挑什么 你就要挑这种 四月十七ABC调整的 所以只要是这种形态的股票 在六月份起涨 七月份因为营收发布 有个余威 那你不要在最后利多才去追高 你看郁金光这次从八百多块 掉回到六百多块 很快的啊 很快啊 你去追高就不要了 所以涨高的股票 回来就不要买 如果刚相形整理完 冲出去押回的就可以买 就像3324双红 双红 两个月相形整理 整理结束之后冲出去 这里是不是冲出去了 冲出去 那回档 这个就可以买 因为相形刚结束 冲出去押回就可以买 后面是不是继续涨 所以你要划分清楚 有些回档可以接 有些回档是不能接的 分清楚就好 这个行情在美国总统大选前 你放心的做多 你放心的做多 只要避开 涨高的股票不要追 相形整理过 或者拉回修正过 底部起涨的股票 回档可以积极买性 在美国总统选举前 会继续去 你放心 有时候 政治的企图心 比什么现行那些都来得更重要 川普现在 民调差距原本16% 现在缩小又回到14% 股市如果跌 差距就会拉开 所以他不敢放 这一点你一定要记得 用心做就对 你如果怕买错 那就来找零和宴 我们到底哪做 一档一档底部的起涨股 很多啊 我上礼拜演讲 讲什么 川普的助选部队 对不对 我们上礼拜演讲 你没来听就很可笑啊 上礼拜演讲 我讲川普的助选部队 我讲川普的助选大军 你看我在演讲会场上面 点名了好几档股票 都上礼拜啊 6456GIS GIS也是我在演讲会场上面 推荐的股票 你看两期三天 他还是相行整理两个月 就冲出去了啊 是不是 包含上个礼拜 上礼拜 叫人家会员 35号付金 买金像店 你看买完了 一礼拜 冲出去 也是 但是金像店也是整理相行三个月 整理两个半个 是不是符合七月份的条件 七月份的选股就是 相行整理两个月三个月 六月的时候有好数字的 就是冲啊 这也是符合的 但金像店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 空担一万七千张 上市贵空担大本营 最多的一支 有那么多可以做多赚钱 你何必去空呢 对不对 那你这么多人去空 就坐实被 主力法人嘎嘛 所以七月份的行情里面 三大法人 光是七月份 只有七个 买金像店 买了四万四千张 坐实的嘎空的条件 所以这未来啦 这个不会下来 还会继续涨 所以你就找 我刚刚讲的 相行整理两个三个 衝出去泡来 你都叫我没关系 你都减没关系 还有很多档啊 还有很多档 乔春也是 三个月相行 已经第四个月了 外资开始买两天了 六月营收也是大爆充 成长三十几% 每股净值三十一块 现在只有四块而已 所以这两天记住哦 这个大量加给 这个大量加给就会充了 这也是有补涨条件的 神机目前打底已经快结束了 神机打底已经快结束了 黄金交叉已经即将出现了 目前股价在一年半底部 第二季的营收获利创历史新高 获利创历史新高 股价在底部 这没啥会拔 随时一根红棒出来 黄金交叉也会去 我讲的都是底部的股票 我不会跟你讲那些 涨高的个股 汉宇伯德今天除息也不错 这也是啊 三个月相行冲出去了 我们四十五块没掉 没掉就没掉啊 钱收回来再做其他股票 有那么多的好股票 有那么多的选择机会 钱赚不完的啦 你只要掌握对的方式 你看台积电长成那样子 台积电起到这样 台积电下游的封测场 三七一一日月光头控 三个月经历完 刚站起来而已 而且日月光今年业绩很好喔 第一季就成长了九十趴 半年报我估计大概会有两块钱 两块钱比去年的一块一 又成长了快一倍 今年能够业绩比去年成长一倍的 寥寥无几啊 寥寥可数啊 连台积电都没有成长到一倍 你看台积电第一季 只比去年成长四十二趴而已 日月光是成长了快一倍 日月光是成长了快一倍 九十趴 那这个没有涨就可惜啦对 那因为之前在淡季 所以走不了 那现在开始进入旺季了 去年也是这段期间 六月到十月涨了五十趴 现在才刚开始而已 所以日月光也是一个很重点的股票 对六四一一经验也是啊 相信整理三个月冲出去 除全钱掉下来 其实你把全值加回去 全值大概五块嘛 今天观点九十二块嘛 九十二块半 九十二块半加五块 九十七块半 是不是一样 韩全就几乎回到快接近高点了 六月以后也创新高 所以这个打底完之后 这也还在这些 这个都底部的股票啊 你可以安全放心的操作 你看保存也是啊 四个月底 四个月大底 黄金交叉出现了 美股净值三四块 这都没风险的啦 美国运动赛事即将开打 运动鞋品牌会开始促销 保存是最大的受惠者 你看风态已经长那么高啦 预期也长了一波啦 就剩下保存完全没有长而已 还低于净值 净值三四块 所以找这种股票你不用担心大盘 大盘保持良性的互动 慢慢走慢慢走 让个股一直在轮动 大家都有赚不完的钱 最近美率在涨 结构是一样的 相形整理三个月开始动 这支我不敢做 原因是因为业绩太烂了 这两天冲出去是因为利讯的消息 可是业绩烂我就不碰 虽然说结构是对的 经理三四五个 结构是对的 可是业绩太烂 业绩太烂 业绩太烂接下来半年报发不出来 如果没有好成绩的话 那买这种股票我会担心啦 所以我在选股上是很要求的 是很严苛的 我帽今天跌了一块钱 跌了一块钱 你看最多跌了八块 所以低档都有买器 低档都有买盘 我们240块买起来 太40几%了 我帽我比较没有把握的是 他的财报 因为他第一季的毛利率43% 他每年第一季的毛利一定是最低 然后234毛利在拉高 去年第一季毛利24.9% 今年第一季毛利率又维持在第四季的高峰 43% 所以让第一季的获利 让我帽第一季的获利3.76 比去年同期成长八倍 那第二季能不能还维持那么高的毛利率 照理讲第二季的毛利率应该会比第一季好 可是第一季毛利率已经太高了 随便第二季的毛利率 我就比较不敢估 我在估行估财报还蛮准的啦 那不敢过的情况之下就等嘛 下礼拜二发布财报 如果财报发布出来 毛利率还是维持在40%以上 我跟你讲 我帽就不得了喔 我帽就不得了 那反正你买很低 已经利于不败之地了嘛 所以就看就好啦 双红间跌了三块半 双红你看一直涨 三个月相行冲出去 就会去啊 我们对下面一路说起来 有没有的都有贪 今天创新高已经来到223 去年的高点一定会下的啦 那一定会过的啦 尾帽双红会去哪里 会员都知道 你没有来听演讲的 那我也没办法 因为在公开场合 我也不能去预告 去预估目标价 这个到时候被人家点名 被人家点名违规就不好了喔 台光店连续这几天报纸在报导 所以大家会追 台光店好股票 可能是起太高啊 还没有进到营运旺季 还没进旺季就已经长成这个样子 所以让我比较下不了手的原因就在这里 如果它是修正下来的 那我就敢接 那长高的那我就静观其变 反而联帽要注意 联帽第二季的营收获利是创历史性高 股价已经七八个月没动楼 所以联帽反而是要值得注意的地方 原项今天压回来 压回就压回啊 因为指标开口扩大 要撑啦 三个月相行冲出去 所以174买 230-240卖掉 压回来准备做第二波 这后面也是滚滚滚滚的 最近只要相行整理 只要指标又接近 又会动楼 你看今天金元店是不是又大涨了 量比昨天成长了两倍 你看我压回来之后 三四块两三买两天 今天又来到36.6 那光是这样一个礼拜 又不会趴啊 所以买底部 才会有好成绩 就是这个样子 6.39历程 财报好 可是外资昨天卖 外资昨天卖今天守得住 缺口三天五天之内补掉 那这个行情就是普通缺口 普通缺口它就会再供 今年获利也会创新高 这个都是好公司啊 而且都是压回的好机会 让你减便宜的好机会 金锥啦我没有办法一堂堂告诉你 因为每天节目的时间都很短 我只能找我们目前正在做的标的 以它为示范来跟大家谈 今天升级股昨天大涨一天 今天又停下来了 74%的成交量在电子股 所以我说不要去做那些气 昨天大涨今天又掉下来 没有必要我们稳扎稳打 买底部的GEO股 底部GEO股一支一支我们慢慢走 在美国总统投票前 每个月我们设定30% 30%的底部期涨股 台股特快车我来找 一支一支DABLE的股票 我们每个月每个月来找 有机会涨30%的个股 一支一支慢慢的贪来就好了 我相信这样做下来 就可以赚很多钱了 我们的负转线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 祝您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公司以往这七下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钱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写生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